我剛來的時候 這個學校大概有一百二十幾個 那當時來到這邊的時候 會覺得說這邊的小朋友 雖然物資比較缺乏一點 可是其實他們有他們的生活方式 那可是慢慢的 因為我覺得經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在這邊家長其實不太有機會找到工作 所以大部分都到外地去工作 那外地去工作之後 久了就就會把小朋友帶走 那我們就從這樣一百多個人 到現在大概二十幾個人 再加上我們這邊其實學校的 就是學生的家庭背景 其實大部分都是屬於單親跟隔代 對 我記得有一年 我們單親的比率跟隔代比方百分之八十幾 對 其實是很高的 那其實現在有稍微沒那麼多 但是其實大部分還是這樣的小朋友 體育項目這個其實可以幫家長 處理一些問題 例如說我們有遇到一些情況就是 弟弟還小 哥哥來練足球 可是阿嬤就會希望說 弟弟可不可以一起來 因為這樣的話他就不用在家裡照顧弟弟 類似這樣子的 他說老師這個可不可以一起來 我說好 對 就是有類似這樣的問題 那其實我都一直希望說跟家長有一些雙贏的方式 對 就是我幫你多照顧沒關係 那也讓小朋友可以來穩定的練球 我都遠距離 那麼多用來 那麼多用來 我也是可以拍攝的 感谢观看